老一辈的人都会说 房子要坐北朝南 但是如果想要住的舒适 不是只要看坐北朝南就好 你还要考虑到房子的所在区域 比如说北部跟东部地区比较潮湿 房子潮湿可以保持室内甘爽 但是如果在南部地区 反而会导致室内湿气重 Hello 大家好 我是贵哥 欢迎来到贵哥来开讲贷款有好事 看房的时候到底要注意哪一些地方呢 今天这一集贵哥先让大家来看看 最基本的三大重点 后面会再跟大家分享 中古屋跟预售屋要看的细节又是什么 第一个当然是先看房子的形状 除了格局要方方正正 长宽比例最好的就是3比2 不过现在很多建案呢 喜欢做单层多户的小坪树住宅 所以特殊格局的房子呢 越来越多 房子里面的机灵空间也可能会变多 要挑格局方正 黄金比例的房子呢 价格可能会贵一些些 但是就算你的预算有限呢 还是有几个比较特殊的物件 贵哥是建议要想清楚 第一个就是墙角小于或大于90度的格局 因为可能没有办法摆放家具 变成是空间浪费 除非你有特别定制家具 或者是靠装潢去修改 但就是要多花钱 再来就是圆形的格局 同样是家具不易摆放 而且呢天花板的施工难度比较高 可能要花比较多钱 再者就是过于狭场的格局呢 它不仅采光受到影响 走到空间也没有办法有效的利用 再来就是机灵空间多的格局 用途比较不容易规划 有可能会有动线不顺畅的问题 再来就是内凹的格局 虽然比较不会热 但是呢也会有采光不足的问题哦 如果这边又刚好是你的工作阳台 就可能要担心晒衣服不容易干 除非你已经打算花钱买轰衣机了 再来也要注意坐向 老一辈的人都会说 房子要坐北朝南 这不只是关系到风水 也会影响到采光通风湿度甚至是你的电费 那要怎么判断呢 就是你走进大门之后 朝向窗户的方向就是面向 而你的背后呢就是坐向 台湾是夏天吹西南风 冬天吹东北风 所以如果房子是坐北朝南 它就会有东暖夏阳的效果 那如果是东西向的房子呢 可能就会有太阳直晒的问题 夏天室内可能会比较闷热 就需要常常开冷气 但是如果想要住的舒适 不是只要看坐北朝南就好 你还要考虑到房子的所在区域 楼层跟窗户的位置以及数量 比如说北部跟东部地区比较潮湿 房子呢朝西南方向可以保持室内干爽 但是如果在南部地区呢 夏天的风吹进来反而会导致室内湿气重 所以呢朝东北方向反而会比较舒适 还有就是如果你是住在低楼层 即使房子坐北朝南 也可能因为隔壁高楼挡住 通风跟采光一样差 所以还是要到现场体验 才知道真实的状况 而且要多看几次 就像贵哥之前讲的白天啊晚上啊晴天啊雨天 都要去看过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你才会知道房子会不会有闷热不通风 下雨天会漏水的情形 晚上呢则是可以确认说周边的安全性治安 也可以了解到邻居的素质 第三个是洞线 你一定每个房间都要走过 模拟搬进来以后会有的情境 比如说从厨房端菜出来到餐厅 衣服洗完拿到阳台去晒 每个房间走到门口的路线 这些都要实际走过 你才会知道洞线顺不顺 什么是洞距呢 它就是两栋建筑物之间的水平距离 如果跟隔壁洞的距离太近呢 你可能就要考量采光通风隐私噪音 还有安全的问题 比如说你想想看 如果阳台或客厅的窗户呢 它看出去就是对面的住户 那可能你在家里面的一举一动都看得到 如果为了隐私而去把玻璃用成雾面 或者是窗帘都拉起来 那又会变成阳光照不进来 再来也要注意距离 够不够让消防车跟救护车来通行 所以动具也很重要 但是有可能你买房子的时候 旁边是没有大楼的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才盖新房子 那要怎么判断呢 你可以先去了解看看 周边环境未来有没有兴建计划 另外如果旁边是大马路 学校和题 通常也不太可能会有改建计划 这个就叫做永久动具 再来一定要记得检查讯号 确认你未来会常待的地方讯号稳不稳 包含房子的所在区域 也可能会有讯号强弱的差异 现在电信公司都有提供试用方案 建议可以先试用看看 觉得OK你再办 最后我们来讲风水的部分 这个就是看你个人会不会在意 贵哥就介绍几个 比较常听到的风水禁忌给你听 第一个家门一打开 直接面对户外的窗户或门 这个叫做穿堂煞 在风水的角度来看 这样会造成强风 去由穿堂而过 露财露福气 甚至影响到身心健康 一般会建议用屏风或者是柜子来遮蔽 第二也就是家门一打开 直接就看到厨房 这个叫做开门建造 在风水的角度 厨房是家中的财库 开门建厨房等于是钱财外漏 而且以居家安全的角度来说 如果厨房失火 逃生通道可能会被堵住 所以要特别注意 第三个是厕所在中间 因为风水上来说 房子的中心点相当于心脏 而厕所是晦气聚集的地方 它会影响整个屋运 还有一个考量点是厕所在中间 就没有办法对外开窗 比较容易潮湿发霉 厕所的味道也可能会飘到屋内 影响到生活的品质 第四个来讲卧室里面的风水 床头上方不能够有梁柱 因为梁柱锐利的直角 在风水上解读为煞气 它会影响到运势 以科学的角度来看 也可能会在心里产生压迫感 影响睡眠 但是因为床是可以自由变换位置的 所以你只需要确认 卧室的空间够不够你移动床位 这样就OK了